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习惯养成后就往往难以改变 今天的日本虽不再贫穷 却还保留了如此的传统 另外最有趣说法就是说 全世界都在观看日本的动漫作品 而日本女高中生作为动漫中绝对主角 也早已和动漫一样成为了日本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日本动漫中 女高中生不管春夏秋冬都穿着超短裙夹丝袜 当然这出于美的考虑 因此在外国人认知里 日本女生就应该是一种这样的形象 青春 靓丽 水手服 所以尴尬的事情来了 既然全世界都这么认为 那么身为经济大国的日本 总不能在诚信方面 让外国人看笑话吧 所以只能委屈女生们 在冬天穿上诱惑十足的短裙夹丝袜了 以上三种说法 你更认同哪一个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by bwd6